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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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兄弟为宇文护所服 关押地牢 需宇文护贴身携带钥匙一用 叛卫取之 不胜感激 殿下需要钥匙 而这钥匙 在宇文护的身上 所以他想到了我 那 殿下 他还记得我 所以 一定不是他 把我放在周祁交界的 一定不是 不是 殿下的兄弟 是敌国的战俘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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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允许别人害怕吗 我就知道 你不会安分待在屋子里 我都看到了 你看到什么了 看到了一个不安分的女人 半夜到处乱走 你的沛箱找到了吗 沛箱 什么沛箱 不是好好在这儿吗 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 是你耳朵不好使 我是去找酒的 你看 那个星星 多像你的眼睛啊 我的眼睛 大司空 跟你的眼睛一样 模糊不清 你是想让大肿仔知道 我们不是一对好夫妻吗 谁 谁跟你是好夫妻呀 赶紧回客房 回客房 客房 当然是回客房了 好啊 不过得等我先喝完这滩酒 我 哦 咳 咳 你 嗯 来 嗯 来 来 来 坐下 去坐下 快 嗯 嗯 ه 啊 嗯 啊 啊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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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吗 进窗户 一点都不让人伤心 一出去就惹事 一起睡吧 一起睡 还真是个无赖啊 喝醉了竟然还说这些话 好好好 我不走啊 你放心啊 我给你倒杯水 你先躺一躺 来 来来来 躺好啊 躺好 来 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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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么晚 干什么去了 我到厨房去看了看 顺便吩咐下人准备明天的菜店 这种事情 夫人还是交给下人去做 毕竟清索和大司空 这几天都留在府中 夫君 我发现四弟 最近比以前深藏不露了许多 夫君不要以为自家兄弟便放人 留个心眼才是 好了 先休息吧 就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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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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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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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怪阿彩 他也是救人心切 才让你晚上觉 为什么 你每次都帮我 帮了我两次 如果早知道 你是宇文雍的侧氏 我未必会救你 我这是在做什么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费尽心思的 周旋在各色人物中间 卷入 我根本不想卷入的窦争里 陌生而空旷的世上 没有一人真心待我好 要哭 就痛痛快快地哭吧 不要遮遮掩掩 你 你以为我想哭吗 我哭关你什么事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 上次一遍 我心里 一直有些疑虑 究竟 是不是殿下 把我丢回周国的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是不是我的无心之举 惹恼了殿下 此来想去我都想不明白 想拿齐国军营 铁桶般防范严密 如果不是殿下 那究竟是谁 能将我掳了出来 再丢回周国 那你呢 一个周国大司空的测试 为什么会突然之身 出现在我大齐 你怀疑我是细作 没想到 没想到 在殿下眼里 我竟然如此的龌龊 既然如此 殿下就不应该 把我从大众宰府带出来 我宁可在那个 冰冷的大司空府里 抱着回忆 辽度余生 我也不想见到你 如果不是旋风 我也许 就会惨死在半路上 就算是惨死 也胜过在这里 被殿下怀疑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我 将你送回周国的 你说的 是真的 我信 你说的 我都信 流星在夜空中 沉默 一转眼变成了 最远处的 隐火 独自为黑夜闪烁 照亮了什么 照亮了什么 或许是 属于自己的窗 什么都强 我会坚强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 殿下答应过我 还要带我去 找回敬意 还要飞而扑获 还说一笑而活 忽灭忽明的承诺 谁还会记得 很用来解爱情的歌 就让满天的萤火 就让满天的萤火 化作飞舞的眼光 就算剩下的光 越来越微弱 也越来越远 就让前世的你我 开出另一种解构 解开我们心中 几千年的迷惑 最终高一点 屁哥哥 最终高一点 快点 快点 最终高一点 哥哥 加油 最终高一点 好嘞 你再放高一点是吧 好 四哥哥加油 四哥哥加油 加油 小莉 小莉 你怎么了 没事吧 都流血了 疼吗 疼吗 疼中飞了 我帮你上点药吧 轻点 轻点 我轻点 这是娘最好的创伤药 上了就不疼 好疼 好疼 你把头转过去 我给你吹吹 嗯 还疼吗 不疼呀 这点小伤算什么 可惜 你费了那么大力气 从山外带回来的风筝 嗯 没关系 晚上给你做一个更漂亮的 真的吗 你会做 会做 那我想要一个 有火虫的 行 都听你的 嗯 嗯 不过 你的 伤口 好深 好长啊 以后 可能留疤了 别碰 很丑吗 留下双疤的话 以后会不会 永远都去不掉了 是不太好看 不过没关系 就算这伤疤再成 我也会娶你的 嗯 她不是 她不是 啊 啊 不管你长什么样子 我都不会嫌弃你 他在笑我自作多情吗 我真是太不矜持了 在这里等着 我 我不想再回大司空府了 我相信大种宰一定会把清所妹妹找回来 更何况阿妞你也听到了 大种宰夜里布置人手 已经四下寻找刺客去营救清所妹妹了 原清所如果这次真的出了事 我大司空府的颜面可就丢大了 若说丢颜面那可是种宰府的事 毕竟清所妹妹是在种宰府被挟持的 怎么阿妞这么坠坠不安 难道对您的幼儿动了真情 幼儿的价值在于将鱼儿引上钩 清所的鱼儿还没露面 我怎么可能把幼儿废掉 不行 我得去看看 阿妞 金侍卫 这是 禀报大司空 属下正准备向主上禀告军情 可是主上身体有些不适 情况怎么样 回禀大司空 卑职等人在城内找了个遍 没有发现清所姑娘的踪迹 属下怀疑这些骑鬼人 一定是藏在城外的山头里 所以正打算召集人马 到山里去找 大司空 崔太医 兄长身体如何 回禀大司空 大种宰脉相混乱 四肢酸马 想是救急复发了 救急复发 种宰夫人也是救急复发 来势汹汹 这个病诡异得很 方子 卑职已经开了 现在病原不明 卑职正要回去 和其他太医伤一下 想必还会有人陆续发病 大司空还要多多留神才是 告辞 兄长 大种宰 你 来 四弟 自驾兄弟何必见外呢 兄长好好休息 嫂夫人呢 我为他安排了进室休息 看样子 他的病情比我还要重上几分 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还没查出缘由 近日早起 便成了这个样子 八成 昨日酒宴上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好几个下人都病了 还好四弟 你没事 大司空 你怎么了 我 没事吧 我也有些肚子疼 来人 在 快把大司空和婉儿姑娘送回客房好好照顾 是 是 我没事 我要照顾兄长 去吧 快去吧 亲所姑娘 阿财 亲所姑娘 都怪我 要不是我劫持你 那么手脚不利索 你的脚也不会被石头割伤了 哎呀 这么粗心大意还当刺客 看在这碗舟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了 其实这也不能全都怪我 谁知道你竟会是永护的侄女 女文雍的测试啊 殿下救你回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是附近城中的民女 谁想到 哎 阿财 蓝陵王 他怎么总戴着面具啊 是不是 曾在占长沙 受过伤 毁了容貌 哦 是 乍一看挺吓人的 所以我们殿下会戴着面具 嗯 无论她是什么样子 我都可以接受她 嗯 清索姑娘 嗯 你喜欢殿下 嗯 你 你逃打吗 这种话怎么能随便乱说呢 不是就好 不是就好 清索姑娘 殿下哪日在战场上救你 亲自将你送回营帐 我以为她是对你有些不同的 可是 没想到 你却是周国皇室的女眷 无论何时 殿下一定会把国家的利益 和士兵的安危 放在第一位 她绝对不会为了你 而放弃 营救 被俘虏的手下 嗯 更何况 殿下这辈子 都不会忘记小莲姑娘的 哦 小莲姑娘是谁啊 哦 清索姑娘 我瞎说的 你就当没听见 我劝你 还是不要喜欢我们殿下了 哎 小莲 是你们的兰宁王妃吗 阿财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 大家都知道 殿下这辈子 是不会再喜欢任何人的 清索姑娘 你还是赶紧把粥喝了吧 我还要去那边商议对策呢 哎 她有了喜欢的人 她竟然 有了喜欢的人 那我呢 我 我是真的喜欢上她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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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 宇文护那个老狐狸 会放过我们吗 关在石牢里的兄弟们怎么办呢 都怪阿财 殿下明明说不准擅自行动 他却一个人跑到种宰府去偷钥匙 那不等于给宇文护送信吗 这下的好了 刚才探子来报 宇文护把整个石牢保护得跟铁桶一样 别说进去了 就是看一看都有危险 别说了 阿财也是着急 没钥匙 那更进不去了 对了 咱们可以拿那个女人去换呀 听说她是周国大司空的侧氏 宗宰夫人的亲侄女 属下已经派人给大宗宰府下了帖子 让他们交出石牢的钥匙 放了那些兄弟 否则就让他给那女人收尸吧 宇文护老奸俱滑 宇文雍也非泛泛之辈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就范 说得对 听说宇文雍荒阴无度 府上妻妾众多 区区一个女人 怕是威胁不到她 不过这也难说 这原清锁是种宰夫人的亲侄女 阿财说了 昨日宇文雍 对这原清锁还是有点紧张 想来她肯定是有用的 各位将军 宇文护的性格我了解 昨夜 她还不顾我的性命 下令格杀勿论 难道明天天亮了 她就会顾及我的性命 束手就擒吗 这话要是传出去 宇文护的威名何在 就算她假意答应你们 也是为了引诱你们上门罢了 各位将军不必看我 清锁蒲柳之姿 南登大雅之堂 与其说是种宰府的人 倒不如说是种宰府 用以笼络宇文雍的物件 谁让你过来的 咱们又凭什么相信你 凭这个 这是昨夜 我在宇文护那偷来的钥匙 什么 钥匙已经拿到了 是不是真的 钥匙哪有那么好拿 殿下当心这是宇文护的奸计啊 你们不相信可以理解 不过 殿下无所不能 如若这把钥匙是假 殿下可以随时来取我的性命 殿下 这个女人的话不能信 对 不能信 跟大中财府的帖子 约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后天午时 城中西大门 到时候 宇文护会在石牢门口 和城门口同时试下埋伏 她宁可丢了我的性命 也不会让你们逃脱 还好 我们有钥匙 我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 什么 什么万全之策 什么呀 你说 快说呀 说来容易 就怕你们不信我 殿下 这个女人可是元氏的侄女 她凭什么平白无故地 帮助我们跟宇文护作对 殿下 您可要三思啊 我不是平白无故 我也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这个条件 我待会儿会亲自跟你们殿下来说 宇文护她生性多疑 即便是她发现钥匙被偷了 你们这么强硬地要用我去换钥匙 她也要怀疑三分的 更何况阿财并未得手 这钥匙究竟在哪里 宇文护更会猜忌 我猜测 宇文护会先拖延时间 一方面寻找你们的下脚之处 另一方面寻找钥匙 所以事不宜迟 最好今天晚上就行动 我呢就会洋装逃避的样子 逃回大肿宰府 告诉他们今夜你们便会偷袭 如此大肿宰府便会加强戒备 我会尽量拖住宇文护和宇文雍 然后你们就可以趁机去结石牢 不过要兵分两路 还要借用殿下的面具一用 到时候你们先带领一对人马 找一个人代替殿下戴上面具 假装偷袭 佯装败退 引开守卫 如此殿下便可以带着另一对金锐 带着钥匙趁石牢防守放松 趁虚而入 救出该救的人 声东击西措手不及倒是不错 可是放你回了大肿宰府 难道你不会把我等去 劫石牢的事说出去 你是宇文雍的女人 说不准会出卖我的吗 你们的心情倒是可以理解 请大家仔细想想 你们千里迢迢 就为了来营救 被关在石牢里的兄弟 如此重情重义 清索极是佩服 更何况 殿下救过我两次 此等救命之恩 我早就想报答 殿下 两军对位 不可不防 其实 我的要求对于各位来说 也是轻而易举的 待会儿 只需殿下亲自把我送出去 我就会告诉他 清索 我信你 我已经安排李将军 埋伏在长安城外 只要拿到钥匙 就可以混进去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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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你还有几分领兵作战的天分 我也是一时情急 胡乱说的 殿下见笑了 不过 也要感谢殿下 肯相信我 我自然是相信你 不过 你怎么会有石牢的钥匙 既然殿下说过 只有宇文户那儿 才有石牢的钥匙 那我自然是要帮殿下 拿回来的 我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殿下 昨夜在大仲宰府留下纸条 让我帮你拿钥匙啊 昨夜 纸条 殿下不会不记得了吧 昨日去大仲宰府 是为了去救阿财 之前 我从没有去过大仲宰府 难道 昨夜给我纸条的人不是殿下 难怪 殿下救了我之后 这次未提钥匙的事 我还以为 殿下不好意思开口 那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不管是谁 终归不是我的敌人 殿下 母亲来了 是 不过 无论怎么说 昨夜让我拿钥匙那人 即便是假冒的 他也帮了殿下好大的忙 我知道了 是殿下在仲宰府里 早就安插了人手 倒是你 不必冒这么大的风险 稍有不慎 就有幸运之忧 以后要仔细写 不要以为戴面具的 就是孤雾 我 我也没办法嘛 我又没见过殿下 真实的相貌 自然是见到一样的面具 就是见到殿下了 不过 钥匙总算拿到了 原清锁 祝殿下 马到成功 为什么要帮我 我说过 我也是有条件的 说说看 三日后 子时 在西大门 等我好吗 我说过 我不想再回大仲宰府 如果 我帮你完成救人的事情 你 你就带我走 好吗 为什么这么想离开 因为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做我自己 我只想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你怎么就能确定 跟我走 就会得到自由 前面有两条路 其中一条是通往桃花园的 路口处有两个仙女 其中一个说的话 有七成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 只有一成 你会选择问哪一个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 只有一成是正确的那个 因为 只要我走与她的答案 相反的那条路 我就有九成是正确的 跟你走 我有九成的几率会赌赢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无怨无悔 我两个都不会选 世上根本就没有桃花园 世事往往弄人 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中 终究是不可靠的 你说的是我吗 她的眼里为什么有丝丝缕缕缕的悲伤 难道是一位阿财口中说的那个小莲姑娘吗 她透过我 究竟在看着谁 即便是她心里有别人 也不管她面具后面的脸是个什么样子 我 都要跟她 离开这里 留心在夜空中沉默 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 独自为黑夜闪烁 照亮了什么 照亮了什么 这张面具我遗憾 谁还会记得吗 很拥来接爱情的壳 就让满天的萤火 化作飞舞的烟火 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 就让前世的迷惑 会出另一种结构 一切在我们心里 几千年的迷惑 没有 没有 我 殿下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帮我保存了 三日后 此时 西大门 你也一定要记得 叫他们在上面去 引开地牢的守卫 我的命是命 兄弟的命也是命 我不会让任何人戴上面具 引开守卫 要去 给我自己去 殿下 放心 我最重要的东西在你那里 我会去哪里 你放心 我一定会拖住宇文护和宇文雍的 我 该走了 我叫人送你回去吧 既然是逃回去的 我怎么会叫人送呢 我 还在你 爱到飞了 三日后 西大门 对了 我要把脸弄搔了 这样才向逃回去的 解开我们心中七千年的索 终究是逃不过这一劫 母亲 您不该利用原亲所对我的信任 让人假扮我 骗他去取钥匙 只有拿到钥匙 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我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被俘的兄弟 营救被俘兄弟 是我高长公当人不让的责任 再说亲所只是一个弱女子 万一出了什么差值 我一辈子都会寝食难安的 就因为他碰巧 有几分长得像小莲 怎么会这么疼 肚子不要再疼了 我还要配合殿下救人呢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坏了大使 七索姑娘来了 我的肚子 小心啊 姑娘请留步 我有药师要禀报大中载 大中载救急复发 不接任何人 那夫人呢 夫人在哪里 夫人病重 皇上已经派太医过来诊治了 那大司空呢 难道大司空也生病了吗 第1个人